然后呢就越买越多啦 然后就跟着越看越漂亮的翡翠 然后就看到极品翡翠 这最后啊不是最后啊 其中一个它珍贵的宝物就是这个 看这个它手上是一个极品翡翠白色的 这个刚好也是有上过IGS的report 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翡翠之一 这枚翡翠实际价钱多少我先不用讲 总之这枚翡翠是超过80千的 其实它超过100千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这枚翡翠80千 我只是想问现在一个人买一个一枚翡翠 一枚翡翡翠80千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OK好 为什么你会去买一枚超过80千的翡翠呢 我就简单的来说吧 翡翠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收藏价值非常高 我们先不要说风水的能量 我们就是说它本身的价值非常高 是收藏价值非常高 然后这个东西越久它的价钱越来越好 是 再加上云龙子旺财馆的翡翠是natural的 是等级一等一还要比一等一还要再高的 对 这个要上我们的课就知道我们的条件是很高的 所以你买的非常非常放心 你要买这边等级最好的极平翡翠 你是买的非常放心的 当你买一样东西买的非常放心的时候 其实你愿意花这个钱 但是你看啊 嗯 80千东西很多嘛 对 要买真的东西很多 你可以买一个真的rolex 对 你可以买一个真的partifili也是真的 对啊 也是有保值的价值嘛 但是为什么会要买一个这样子的配件呢 这个极平翡翠呢 就其实能够帮助到我提升风水上的 风水上提升我的能量 让我的精神更好了 让我吸引到的东西更好 就比如说钱财方面啊 人员方面啊 一切一切都帮助到我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花这个钱其实 那个回报啦 其实是不止这个价钱 所以the return is greater far more greater than the value I pay 但我想问你 这样一动你去买80千的东西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其实要做决定的时候 那个感受其实是有点害怕 又有点很期待 期待的时候是 的确是期待 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你的progress 你接下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那时候 你就是有80千的时候 你没有想过 你就想说那我可以去 仍有这些奇怪的东西 他说哦我已经有那个资本 去买一个80千的东西 不如我去买股票 不如我去什么 我把它存起来 嗯我想说来 你踏出那一步去买一个80千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心里有经过几关的那个想法呢 第一关它是钱财的东西啦 所以当你去决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想到 哎接下来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在决定你要买一个这样子的超过8万块钱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已经想了一个约吗 还是你是讲说你是有一个感觉 我可以叫我下个礼拜就要去见你看 我就要立刻买的 是第二个情况 就是嗯看了 OK我就决定 要赶快去 其实只要你来管 你慢慢每一枚翡翠 慢慢的欣赏 都会发生不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 我相信你选的时候 虽然你看到那个你很喜欢 但之前的很多 他都已经有大概看过 这个涉猎两侠 涉猎三侠四侠这样子 非常非常喜欢来 这个极瓶翡翠款 一枚一枚慢慢的观赏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 今晚一样 我们一起来 旺的一周 继续发现我们这边的极瓶翠 对好不好 嗯 可应该啊应该也是主席 因为他还不在新加坡 下礼拜见